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终于最后一颗外行星也要进入逆行状态 这个天王星在金牛座 金牛座一定是关乎到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名声以及经济状况 当它要开始逆行的时候 当它已经开始进入停滞 准备逆行的时候 也是我们反省个人经济状况 理财情形或者世界的经济 在重整的一个重要时期 此时此刻你会特别的感受到 就是平常有在储蓄 平常有在理财的人 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渡过难关 或者是不怕变数的一群 这当然更要提醒我们 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聚安思维 然后对于花钱的方式 什么才是值得买的 或买与不买之间 你的行为模式也会转变哦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个别星座影响如何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双子天平跟天蝎 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应该有某件事 达正成功或者是桂冠加身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金牛座的运动员 特别容易得奖或奖呢 那在工作职场上 你可以展露头角 或者是出奇制胜 那另一个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会遇到奥客 就是很难沟通的人 他跟你的逻辑思考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要多一点耐心 反复沟通 另一个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跟海外是蛮有连接性的 所以可以强攻海外市场 或者是跟海外的连接 合约的合作 可能都是比较顺利的 另一个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遇强则强 所以在事业上你是蛮需要对手的 那有了对手 就会让你更加的有表现性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巨蟹 射手 水瓶跟双鱼 是有感应的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上你会比较敏感 可以sense到一些蛛丝马鸡 所以如果你是感情动物的话 最近的确有一些感情烦恼 因为都在猜想当中 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最近你可以化身为 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 你的浪漫细胞也会比较凸显 然后让人家感受到你可爱的魅力 另一个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你的亲切或者是很擅长 让人安心的特质 就会让你收获不少的粉丝 所以这个粉丝呢 就是他们很爱慕你 但是不是能够在一起 或者能够接近 就看你怎么处理啦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感情上 你比较在乎的是 我们的目标是否一致 我们有没有可能有未来 所以你会想得比较远 自然就会阻断了一些桃花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是狮子跟摩羯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花钱如流水的倾向 看到什么都很想买 而且名牌特别的有吸引力 所以是有那么一点 乱花钱的倾向 另一个呢是摩羯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一些近账 然后左手近右手出 很可能也是义务责任使然 所以辛苦你了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白羊跟处女了 白羊星座朋友 健康方面呢 就是不要容易受伤 最敢跑跳碰 就是把自己给弄伤了 所以事情慢慢来比较快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脑神经衰弱 最近你的身体健康 的确很受挑战 那你也很容易疑神疑鬼 觉得这里有状况 那里有状况的 所以多休息 然后多喝水 然后补充维他命 我想应该就没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COM MING PAO.COM MING PAO.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